青春视角 真实记录 欢迎收看超好看的国产纪录片节目 我的纪录片 大家好 我是孙普 上周五 曹阁遗憾地暂时告别了我是歌手的舞台 为人所不知的是 在生死决战的第二期 恐惧比赛的曹阁再度陷入了魔咒 紧张失常 为了逆袭 周比畅台下突然颠覆自我 放手一搏 而首场经验亮相的邓紫棋 这次更是暗中发动了人情攻势 派发礼物 七位歌手的经纪人之间的斗争也是愈演愈烈了 六天前的那个晚上 我是歌手的台前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跟随摄影师的镜头去揭开其中的奥秘 拜拜 你知道我的名字 可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知道我做过的事 可是你不知道我尽历过的事 做错事情要懂得去改 这个就是曹阁不能够放弃 你问清楚还要我说明白 爱开神会让人疯狂的勇敢 我永远看自己 换成你的期盼 欢迎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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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次她的那个歌友会啊 见面会我都会带上 然后这些都是她的亲笔签名帐 是一年年初的《曹几在我》 然后是因为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 好 好 你像你的心和谁牌 你比我轻松 大家要我喜欢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大家是谁会让人 我认识 我认识 我有一年的啤酒 一点美味 其实在写这首歌的经过二十六七年之后 曹格打电话跟我说 他要在比赛选唱这个歌 其实当下我是有一点点嫩住的 因为他的原主唱人 其实印象给人家太深刻了 照传 我后来知道这首歌 在他曾经失忆的时候 沮丧的时候 他的外貌不被看好 他的实力没有被认可 那我觉得他也走过了那一段黑暗 那他很勇敢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跟大家来赤裸裸地分享 那我就跟他讲了说 好 那谢谢你选这个歌 那我会把我所有的事情排开 那我会去帮你弹钢琴 我们期待这个礼拜 帮手来了 帮手就这个 他折住了 是不是给老师讲一下那个部分 我们先去讲一下那个编曲的部分 就是你先 你们先唱那个副歌 然后我们做 他非常的注重每一个细节 挑歌 然后到编曲 以及歌手的情绪 其实它是面面俱到 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 因为我们前面只有我跟小林老师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棒 老师就跟我 我又跟他两个在flow 然后现在就卡在中间整个大了又变小的时候 你不只是听到歌 你可以了解整个故事的背后 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歌 那他在这一期他要做什么样子的努力 也许他上一期的分数不够高 但是这一期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做一些改变 怎么样现在感觉 因为昨天彩排 彩排太烂 经纪人说只能睡那边 干嘛 这是一个秀 我跟他行为叫lucky秀 今天带爸爸来了吗 带爸爸来了吗 爸爸上通过去了 到长沙的飞机上 我有遇到曹哥 我跟他说 我是带我爸爸要去参加爸爸去哪里 那么帅 准备出发了 好 说真话我现在能感觉到你还是挺紧张的 我紧张啊 对我们换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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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选歌的时候到后来我真的是快成就不住了 我觉得我快爆了 你觉得今天早上起来那个嗓子的感觉 还没睡醒 还没睡醒啊 听说还有抽签呢今天 总得有一个盘序 你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你告诉我 我是歌手的冠军 你再说一遍 我是歌手的冠军 好 咱们有优势 从头到尾都站在台上对不对 你再说一遍 刚才我唱的那首歌你们觉得好听吗 其他每个歌手出来都说 他刚才哪里没有唱好 没有听出来吗 回家了 哈喽 好暖和啊 太暖和了 可以脱衣服了 可以脱衣服了 这现在这个可以把它撕开来的吗 对 我先把这两个乐队配置这么肥的把它打开来看看 对我也很想看 来来来来来 韩雷 扫子送 看这个节奏是稍微比较自由一点的 我再不说完 我可能就会 我很丑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还好啊 曹哥 曹哥没有太丑 我天生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很想 你是我温柔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嘉宾演奏钢琴 我猜想应该就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昨天在飞机上我也碰到他了 如果真的是他 这一场 曹哥就完蛋了 真的吗 他真的完蛋了 因为他找的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的一切都听我的安排 他完蛋了 这首歌好好听哦 我会唱的歌不多 就这首歌我还会唱 《在水一方》 我愿地留恨上 与他倾心 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位老师的排练 韦韦老师的《在水一方》 最好是给我一个自由度 不然我会影响呼吸那种状态 好 罗琪 张雨生 张雨生的歌 而且他是自带乐队跟弦乐 我罗琪唱张雨生的歌 就特别有感觉 算是恐怖的 天天后好 天天后好 雨雨坏坏的十八年 航手阔不 谁独白 试一下下一个 对 这个OK了 然后 哪个好听啊 哪个好听 第一个 那就第一个吧 对我心里 我的障碍终于没了 我差点说了 邓子齐 邓子齐是我现在最看好的 最后那一句 然后那个brass会跟我一起 有这个可以没有吗 我觉得还是不要 对 不要拉长比较好 只要声母是 的声音都很难拖长 其实 周笔唱 他唱林小培的烦 这个我觉得倒是比较新鲜 这个可能会有一种反差的效果 烦了烦了烦了不得过心 烦了烦了烦了没有力气 烦了烦了烦了不敢唱歌 烦了烦了烦了不敢唱歌 烦了烦了烦了是steemly 烦了 我还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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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朝女生 累吧 累到了 我觉得比跑10k还累 可以啊 今天第一名的最后看 好 来 我看一下 好 我是真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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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折衣 陪在你的身旁 你會心甩 上帝啊 我好怕這歌 其實我對這歌還蠻害怕的 因為它的前面跟後面的 唱的方式 發聲方式完全不一樣 比較想知道 那個歌手真實的一面 我想知道七哥房間裡的秘密是人嗎 我覺得他們唱完歌以後 然後回到那個房間裡 生活比較有趣 他們在後場室內待著的時候 然後他們在看別的歌手 在表演的時候 那個環節 我比較關注我歌手們 在這個房間裡聊些什麼 嗨 早安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你這個是什麼呀 我這個是 讓我來提提看 好重 你有試過當聖誕老人嗎 我今天可以做嗎 對 對 走 聖誕老公公遲到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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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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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那我都沒有理會送給你 不好意思 那你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吧 給他分享一下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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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 謝謝 如果你用不習慣飯店的那種二合一的 就是洗頭髮跟洗身體是二合一的那種就可以用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謝謝 好用心 很漂亮 聖誕老人派禮物很開心 謝謝 財神爺來了 哈囉 我們的小經理要來派發聖誕老人 這是順便新年快樂 順便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你要不要猜一下 哇 巧克力 很開心 他們訪問的時候我就說 我說你一定會到最後 晚上加油 加油 OK 加油 加油 贊成的新年 韓美老師 你好 韓美老師你好 你家裡來客人嗎 對 我們來開發禮物來了 不是 咱村來新人了 咱村多來點這種新人 咱村能建設的更好 有給我嗎 當然有 有有有 巧克力巧克力 巧克力 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這大小孩真是不同 有有有 你覺得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那個 就東西不知道 但是很精神 不常做菜的時候 放那個調料花椒什麼 不是 不是 這個那個茶 老婆爺的我一直 她看我嚇壞了 你咋知道我長得像慈禧 這個是用來喝茶的 把茶葉放裡面 對 然後泡水 好 哈囉 雨哥 你好 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情人節快樂 所有 差不多要來的節都快樂 這麼好 這是送給你的禮物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有什麼禮物回送嗎 不用不用 所以最好的那個 就是把禮物看看 看得看得到 看得到是什麼樣子 怎麼覺得怪怪的 沒有沒有很正 很正 猜一猜 你打一個 包得這麼漂亮 這是人家濕氣 這個年輕人 就是值得鼓勵 你知道嗎 不像其他年輕人 快樂 肉眼 都沒有來散門 太有心了 太有心了 一定 一定是 美威老師好 美威老師你好 小經理好 小經理要來送禮物 這個是送給你的新年禮物 祝你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而且顏色都是我最喜歡的 是嗎 也是 希望你喜歡 它裡面還 這個還可以插那個吸管 這邊打開了之後 然後還可以插吸管 所以就希望送給你 如果你去不同地方表演的話 要喝熱飲就可以用 你好 小經理來送禮物 特別給你的禮物 新年禮物 你可以打開看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都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的都不一樣 現在 所以每個人可以 就是插了它 又有種很爽的感覺 包包很軟 這麼多 你覺得這是什麼 香薰嗎 這是香薰 香薰 香薰 你的經紀人呢 你經紀人 我再一點都不經歷 太不經紀人 行 那我們也去認真準備去 好 謝謝 好一會兒 晚上加油 大家一定要更好自己的那個人 一號往二晚上 三號 逐個放出來 來 一號房 直接到門廳 往門廳走 二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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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號房出門 六號房出門 我是歌手第二季 第二期順序抽籤 待會兒見 加油 好 慢點 慢點 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登記比賽順序 好 那我其實親這個舞台 我其實是一個尊重 尊重所有每一個 讓這個舞台呈現的人 一種尊敬 他們每次出來都會親吻地板 那你的Logo是什麼 出來 好可愛 我感覺他是在寫我 我十幾年前到台北的時候 寫了很多歌 見了很多唱片公司的人 都說別浪費時間了 你回去馬來西亞吧 太醜了 可是那個時候 有什麼陪伴我呢 聽樂和啤酒 我其實一歲就跟我爺爺住了 我爸媽 我八個月大的時候 他們就離婚了 所以我是從小到大都是跟爺爺的 然後九歲到加拿大 十五歲到紐西蘭都是一個人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學習跟釋懷 一點被違 一點陌落 一點陌落 可是衝突在說 你會不會餓 要不要餓 我便會不會餓 你會不會餓 我會不會餓 你會不會餓 我會餓 我會餓 你會不會餓 我會餓 為什麼不,那就去吧 第一次去機場接曹哥的時候 他一出來了,什麼東西也沒有拿 就一個袋子,也就一百塊台幣 我說這樣的話很簡單 我說我吃什麼你吃什麼 我提供了他一套器材,簡單的設備 他一天可以花十個小時以上 坐在鋼琴的前面去創作 在不被了解的每一年 他的特性是當他受挫的時候 或者是在某種低潮的時候 他能夠靜下來 他能夠找到一個新的突破 他的奮鬥道路呢 也是非常激勵我們年輕人的 因為他開始很坎坷 但是因為他一直堅持 所以最後有了現在的成就 也希望可以跟這首歌人歌合一 結果沒有做得到 因為我發現那個曹哥已經不在了 他已經是一個愛笑開朗的 不碰啤酒的不喝酒的人了 終於看到曹哥去參加《我是歌手》 很喜歡曹哥的 初中就很喜歡他 韓磊今天的曲風的變化之大 讓我覺得特別的詫異 諾琪我覺得他的現場 比那個電視更好聽 覺得非常地感動 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振奮人心 綜合兩週的得票率 本人家要離開的歌手是曹谷 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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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沒有復活賽 有有有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還可以拿冠軍嗎 等你回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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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哥今天還是有所緊張 詮釋上面有一點點小落差 在這樣的一個業態裡面 能否走多遠 有的時候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決定的 有的時候是由經紀人決定的 你看曹哥唱得那麼好 因為經紀人是田園 所以如果要走得更遠的話 如果一定要給建議的話 就是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 不能讓田園做你的經紀人 就第一季我帶宗偉被淘汰了 然後當時在網上也有很多 很大的反響 然後到第二季 我一開始有帶曹哥被淘汰了 反響就越來越大了 就田園帶誰誰走 我不敢打電話我們家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你會拿獎盃給我嗎 他跟我說你要拿獎盃回來 我說我盡量 結果我回到家裡 他說我爸爸沒關係 我去買一個獎盃給你 這兩個小孩 也給到我很多快樂 跟開心的回憶 你等一下比賽 不要緊張 加油加油 我又一個歌送你 你問我愛 你有多聲 所以小孩是最大最大的功勞 沒有小孩 唱歌再棒 有什麼用 對我來說 有了小孩真正感受到 當爸爸的那個感受 我就完全好像更了解我爸爸 完全變了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我爸爸 這一次來 即使一個享受 也是一個熏透 太震撼了 我覺得非常棒 決定效果感恩力很強 還不想走了 我是歌手第二季 目前初步確定的名單 只有張宇河 在台灣發行的馬來西亞歌手 這個結果是台灣代表 讓觀眾大呼 但是能了解 本身它就能可能通過它的發酵 能產生一種新的兩岸文化的一個交流的一個功能 能夠產生很真正的一個經濟的影響 大陸的這個文化的繁榮和這個具體的歌手 藝人的成長也是顯而人間的 所以呢 這個兩岸的歌手 紅牌競技 可以看出自小體長人家的一個關係 當然最重要的是還是看到了這個 華文 華語歌曲 它在現階段的一個基本狀況 娛樂節目現在變成了一個 或者說文化研究的一個部份 這個是一個整個華人的平台的 我覺得現在這個中國的電視節目 已經越來越實現了這個兩岸三地 乃至於全球華人的一個文化的整合 這個紅南衛視像這樣的機構 怎麼樣擁擔起自己的責任 向華人社會 向全球的華人社會 傳播這個中華優秀的文化 這個優秀文化呢 既包括我們的經典文化 古典文化 也要包括我們充滿活力的大眾文化 不要緊張 加油 我最有名是什麼 不怕考驗 我最有名是什麼 打不死的蟑螂 今天沒辦法發光 改天吧 我決定把冠軍讓給他 今天那個team的人是誰呢 張姐 因為我看網路上面 對 我就告訴你 他要出來 你不要彈工了 沒有 小心媽媽問候 怎麼樣擁飄的 謝謝謝謝 我打算送你一頓蟑螂 歡迎到草原來 你要是這會兒不再開門 你就沒有關注度了 你晚上差了就把你剪掉 他就是本週的新人 好想哭 我還想哭 我還想哭 我擔心這小船 會不會有犯人怎麼辦 只有我嗓子這麼不舒服的 本場第一名是 一點卑微一點懦弱 但是從不退縮 很多人說以他的才華 絕對不應該只是個匆匆的過客 我們也期待溫柔的草閣 還能夠勇敢的回來 解開命運的魔咒 我是歌手裡面 不僅有音樂更有人聲 每週四晚上24點 孫樸將繼續和您一起分享 音樂背後的感動 下期節目再見 每一個男人心裡面 都有一個武俠的夢 這一次大家很有傳承的感覺 很有意氣 所有工作人員 圍成一圈 都在用手機錄 一 二 三 天地之大 進入了消風榮山之衝 那小火還有何也別 存活於天地之間 這大小火 找他天下一個太平 重點 很重 我不是在呢 你來找他 一 hora 我沒有想到 你去嗎 你去看 我想我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